2015年選舉法例集項修訂第二號條例草案 黃毓民議員 主席 剛才譚致遠局長說 這也是一些小收小補 其實整條法例的修訂就是 不影響選舉制度實質內容的一些技術性 很輕微的修訂 那麼修訂做甚麼? 你做甚麼局長? 香港的政制發展就是這樣 說明是循璀漸進 就算你不鬥《基本法》 不鬥《人大決議》 你都可以擴大功能組別的選民基礎 這些修改你都不會回應他剛才的說法 黃毓民議員 即是他一來就要抽點議員 黃毓民議員請你暫停發言 我剛才已經宣布在議讀辯論 局長的發言答辯 就是結束我們的議讀辯論 現在我們進入委員會階段 我們現在的議題 是將沒有修正案的各項條文 納入條例草案 所以請議員不要在這個階段裏面 延續異讀辯論裏面的內容 黃毓民議員 我沒有延續異族辯論 我現在說這只是修訂 是一些很輕微的修訂 每年拿這條修訂出來 都是給議員發表意見的 不然也不用講兩個星期 一個條例 為何會講兩個星期 到最後你要走出來 叫人家 又反對我們的修訂 然後就不要提 民議員請你就 剛才讀出的條文 是否立入條例草案 我反對立入 叫他回家睡覺 議員